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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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时刻也要拖住 有没有那么多注 那倒是 坦白 去哪里还有什么进步 对 最近一次上名是什么时候 你的人科昭影 星河小指反而高位减分减到这些水平 他有得争了 你说是否神租很漂亮 我觉得也可以 好像多多配合那些马 那又跟《线路光明》的骑法比较吗 不同 大小也不同 没得敢比 好 一起 我觉得蜘蛛口顺了一点 但还要再看 始终都是质身 但未参与着再看一看 这艘南海铁器也出得挺频密 之前有试过呼吸声的东西 总是硬着硬着硬着 但他每一次都交到一个很好的后颈 这艘南海铁器也算他很厉害 好 接着再看试图 威力飞弹 团结一心 碎蓝 幸运飞弹 都要跑一叠 现在试图也一叠 这么迟迷 何时都赢 不懂得这么计算 是 真的 这样试图应该这样赢 威力飞弹 你看看前面的马 大只的跑子就轮盡 就抢在前面 好像回来还有 但其实是马轮盡 团结一心我觉得好了 反而这艘马 箱口方面就顺滑了一点 瑞南就要逼一下 行运飞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试图而已 不是 走外面 这样也不懂计算 是 真是差事 团结一心 这艘是今早跳 何宅尔是 他跳马通常令马很放松 但我觉得这个档位 令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好 十二档 他应该可以再多肉一点 会好一点 好 接着就是智多福 之前也看过 这个宇宙动力 他在外面涌上来 就是智多福 智多福因为 上一次流过鼻血 11月30日 跑完之后 所以他就停了 12月5日停至1月1日 都停了一个月 可能有些体力 其实流过鼻血 也不想他这么顶口 是 没错 又怕他又来了 亦翻过重化 这艘马的出赛 都因为健康问题 他都不是跑得多 所以有些可惜 可能预期之中 都落差很大 神经都 仪昌勇士 不知道会不会 这些突然之间 又跑得好 因为他也是 我觉得 不是那么容易 掌握那类型的马 何燕 整手挺好 揽门 你就拖起他 开波手封信 来到第六场 四班的1650米 这一组 从状态角度 我觉得又不是很多马银 我自己给三只手指 就一二三个三只 超威力 是一只的配备 我想都差不多是对了 神粗防山眼罩 头罩 Jawing那些都有 不过他走得越来越顺 芙蓉装 有时我真的被何敏连 那些发挥操控 真的激死 你看看他那只刀灵勇士 神粗跳 跳到没有 好像开车 乱细龙 出来跑得很好 这只芙蓉装 上次是塞塞液液 所以有时 骑士演出也很波动 我说了何敏连 今次用了布文 希望走位也做得好些 三顾的《赤火骁龙》 我自己看他试园集 那一部何宅尤试 泥地集 一直滞下去 最后他不追 我自己也惹怒一阻 看完那个集 再看看今早跳 还挺好 一只灰马 所以我也继续 给三只手指 这只赤火骁龙 希望田带安中段 可以变咒 走得顺 走得起 一只马 他也有得争 我便喜欢前面 三只四只马 较多 实际上有哪一只马 在今季赢过 你看看赛事水准 可以慢慢量度 超威力 我喜欢超威力 可能上一次又外档 又重磅 其实跟在前面的马 基本上都没有哪一只 跑得好 在那一只马 那我都叫做 找个藉口去赖一下 是吧 那可能马扎了你 再容易骑一些 操控好一些 休息或者顺利 那吃你一点 应该不是 这个班的能力里面 我刚才一说就是 你下面有多少只马 三号马赢过 其他我说今季 赢过的马 都已经不太多了 就算以前赢过 你也有多少只 所以 这只应该在质数上 会超一些 但是要有合理分头 给你去拨它 转过来谷草 那第一铺都行 林场你再看一看 一二六十二 其他那些就 林场再看了 那第六场赛事 都研究过